跟著體勢能教練的口令 長者拿著彈力球 將球高舉換手 或是將球夾在腿間 輕輕施力 透過彈力球運動 在安全的情況下 幫助長者訓練四肢肌耐力 我們課程安排主要是利用 剛剛看到的那個抗力球 瑜伽球 去做運動 那這些運動會包含 例如說手舉高啊 往前推啊 這些方向性的定位 因為這些長輩們他們有一些失智的狀況 那程度不一 有的很輕微 有的很嚴重 那其實我們會是設計課程 原理是用MMSE的檢測方法 它是在辨別長輩是否有失智症狀的一個檢測 那通常會是心理師他們在評估長輩的時候 如果他們有失智前期狀況的話 會用那個做評估 那他們上有時間方向的定位 所以從在做這些動作的同時也在讓他們大腦做刺激 可能要往哪個方向他們去辨認 那剛剛在教學的時候 我對他們來說就是一個鏡子 所以他們要隨時即時的切換他們的方向 對他們來說大腦是一個刺激 然後我們希望讓他們的全身性都動到 就是手臂啊 那不會只有說只有往前 因為有時候長輩可能需要手舉高 然後下半身的肌力也要顧進去 對 那因為有些長輩體力比較缺乏一些 所以我們為了風險期間我們還是以坐則為舉多 拿起畫筆緩緩寫下日期 再貼上照片 聯合醫院臨床心理師 則是透過藝術治療 帶領長者悠遊生命的河流 一起生活中的點滴 並且分享人生故事 那我們這次的課程是主要是設計對於一些師志的長輩 那我們設計主要會依據他們的人生的歷程 然後每一次都會使用一些藝術方面的一些媒材 然後來誘發他們能夠有動機 或者是能夠願意去分享 然後也比較能夠不會去排斥說他們自己的人生的經歷 然後會從他們的幼年時期一直到現在的狀況 那每一次都有不同的主題這樣子 那其實因為每個人在人生的階段到最後的時候 很需要的一個部分是要統整他自己的生命的歷程 那如果說他能夠對他自己的生命能夠感到滿意 或者是在一些回顧的過程中他能尋求一些意義的時候 其實他們的人生或者是能夠更圓滿的 那所以在這些長輩裡頭 雖然他們現在可能說因為有失智的狀況 但是其實他們的人生閱歷是非常豐富的 那他們也需要這個機會讓他們未來的生活可以更圓滿更順利這樣子 為延緩長者出現身體衰弱 認知障礙 憂鬱甚至失智失能的情況 大同區健康服務中心結合在地資源 開設失智多元課程擁建班 以運動 認知 書欣為三大主軸 課程每週一次為期三個月 期望將課程內容推廣到社區及機構 以延緩長者因機構化所造成的退化 大同區在112年1月份開始 我們的老年人口數已經到了21.28 就進入了超高齡的社會 那為了預防我們長者的這個智能的退化 或者是說體能的衰弱 優勇甚至於是失能失智的部分 那我們跟運動中心 還有跟我們社區的一些機構來合作 那設計了有關於這個預防 體能衰弱的一些激勵的運動 以及一些智能部分的一些訓練 一些多元化的智能教材 包含大富翁這個活動 讓長者可以在訓練智能的過程當中 也能夠多了一些社交的互動 那另外也跟聯合醫院的全關心理師 有了合作讓他們進入社區 提供長者一些紓壓的活動 以及課程 那課程中長者也都得到很多的這個 體能在訓練上面的增強 以及能夠在智能方面的改善 那另外也能夠有一些紓壓的作品 讓他們回顧以往 讓我們的長者能夠健康 非常地維持他的生命 非常感謝大統中心的整個安排 對我們裡面的長輩的照顧 那對長輩的一些活動 辦理都非常的好 那也給我們長輩有很大的進步 也收穫良多這樣子 那對我們的員工 正是有更好的學習的機會 讓我們員工知道如何帶長輩 讓長輩能有更好的 對他們更有幫助的一些活動 那對他們來講 這是一種長長跟學習 那未來我們也會更努力 在這一方面 對長照2.0跟日照機構這邊的幫忙 那跟配合政府 把這個日照機構的長輩照顧好 我們收的長輩都是比較中重度的比較多 那因為我們的照護員 我們就是比較有經驗 我們都曾經有在安養機構照顧過長輩 所以我們收的長輩 就是輕度的比較少 中重度的我們收的比較多 所以他們的功能雖然比較不好 那就是對他們來講 是比較辛苦 但是他們就是很認真的在學習 也很認真的在做 也很認真的跟著活動這樣子 所以對他們來講 他們的在認知方面 他們就是會學著搶答 會學著回答 會試著就是配合運動 適合回答 所以對他們的肢體活動 跟他們腦部的活動 對腦部的一些他們的語言的表達 這認知方面對都非常好 就是有進步很多這樣子 根據統計截至112年1月底 大同區老年人口數達到 11萬2584人 老年人口率為21.28% 已進入超高齡社會 面對失智人口快速增加 大同區健康服務中心 期盼透過營造失智友善社區環境 擴展社區照顧服務資源 維繫長者健康 延緩疾病的發生 記者林錫慧台北報導